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知道了 關鍵點了 我們當然要來提高我們成功的機率 首先找準方向 我把它分為三個面向來跟大家分享 這三個面向其實指的是人群 指的是需求 指的是產品 首先當你面對到人群的時候 你面對到的每一個人其實都是不同的個體 當你面對到人群的時候我們發現 大概可以分為三種類別 它的需求完全不一樣 這三種類別的人呢 除了需求不一樣之外呢 你必須針對他們的需求給予適當的建議 第一個 我們把它叫做忠誠粉 也就是我們的啞粉們 第二個呢 新顧客的時候我們又把它分為兩種類型 一個叫做護膚老手 一個叫做護膚新手 所以三種不同的人群我們要對應的方法 給出的建議也不太一樣 首先 亞粉們大家都知道我們要給他的是 你要強化他的信心 你要讓他覺得他現在擁有的產品 有很多是必備不可或缺的 另外 針對亞粉們 我們不時會有一些優惠活動 對吧 這也是我們可以提醒亞粉們 所有的商品呢雖然你們都有在用 但是呢我們有很多的附加價值在 我們提供很多的服務 所以在對應需求的溝通點我們針對亞粉 第一個可以給他們的單品介紹 就是我們的活膚水 另外還有一個橫石寧眼青春露 這雖然是一個新品 但是它卻是一個呢 還挺不能在你的護膚程序缺少的單品 利用這兩個我們所謂的必備產品 去強化他們對於亞資所有商品的信心 然後也讓他們去放大這些呢 護膚的效果 那針對護膚老手 也就是說我們的新客人們 我會建議你 給他們的建議是什麼 我們的V2 玻尿酸維C雙效精華液 記得它是護膚老手 所以你要給它的 一定要獨一無二 你要讓它看到立即的改變 這樣子才可以在第一瞬間 辱獲它的心 讓它對你產生信賴感 而我們的玻尿酸維C雙效精華液 是能夠立即改善的比如說乾燥 比如說表情紋 馬上一插就有感 你對於呢所有的護膚老手們 你只要跟它推薦這一品 讓它親眼所見 讓它直接親自體驗 它都可以被你說服 我們的這個商品開封日期 是你自己可以訂的 你要什麼時候用它 你就在那時候把它打開來 生產日期自己決定 對於護膚老手來講 他會覺得 欸 這對我好像又是一種認同吧 就覺得我可以掌控產品的生產日期 這太棒了 那對於護膚新手們呢 我們要給他的商品就是 我們的氣色鎖水面膜 面膜最容易用 面膜最容易有感覺 面膜最容易入手 小白們一次叫他們花個上千塊 他可能不願意 是吧 他會覺得欸 我還要試試看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效 夠不夠 或者是適不適合我 所以氣色鎖水面膜呢 利用四種不同功效的面膜 可以滿足這些護膚小白們 他們想要嘗鮮 他們想要試試看 可是他們又不想要一下子投資太多 那這就是一個最好入手的一個單品 那我們針對不同的客群 針對他們的需求 給出了相對應的商品 那這是呢 我為大家設計的 就是呢 可以針對這些客群 相對應的解決之道